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種貼文是在幫女生分類 看你是 浴茶錶 紅茶錶 鋪額茶錶 還是咖啡錶 還是高山茶錶 對 現在女生分很多種不一樣的錶這樣子 然後滑一滑就會覺得蠻有趣的 看一看就覺得 我應該是這種錶 然後五秒鐘之後就回過神來驚覺 等一下 女生要喜歡自己 好像真的是一件有點困難的事情 醜女好像什麼全民運動一樣 雖然來自異性的醜女是真的存在 但現實生活中 我說現實生活中 我接觸到的異性 大部分都還是蠻尊重女性的 所以很多醜女的行為 很多都是來自於女生和女生之間 我指的醜女呢不只是謾罵那種 而是一種潛意識上的 透過傳達一些訊息 讓女生覺得很沒有自信沒有安全感 我也正常很喜歡買內衣 所以我們社群上就大量出現各式各樣內衣廣告 然後通常這種內衣廣告裡面的模特兒 就是身材超辣超性感 就是時尚奶 腹肌也要翹臀 那通常都一定要加上小編的一個註解 然後今天要給男友一個驚喜 然後男友鋪到款必備 然後讓男友早上捨不得出門 什麼什麼意思 小編真的很會寫文案 這樣你覺得一個性感的女友 就一定要是長那個樣子有沒有 那其實這些東西呢 看久還蠻不健康的 我是說如果你跟我要愛買內衣到臉書上面 可能80%的廣告全部都是內衣庫的話 女生平常滑社群就這樣 來看一下什麼新聞好了 世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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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新開的我美咖啡廳 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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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生發明的 那爛俗表這個詞的歷史應該是比綠茶表還要悠久的 它是來自於英文的basic bitch 基本上就在統稱蝦妹那種女生啦 那他們的特徵可能就是發文喜歡加很多hashtag 然後他們照片構圖常常都是和一群姐妹在海邊穿著bikini 然後就可能有200個hashtag hashtag beach hashtag sand hashtag selfie hashtag sister 然後去健身房啊都沒有在動都是在拍照 然後就一定都要拍下一張這樣子 像這樣的照片 他很喜歡發一些和姐妹一起出去玩的文 然後就會說單身萬歲有姐妹最棒不需要男人 但是有男友的時候又很愛放閃 就是各式各樣符合女生刻板印象的行為也是被歸類在爛俗表裡面 很奇怪的是呢方面這種詞之後 女生自己也很害怕會變這種爛俗表 於是我跟一般女生不一樣喔 的這種流行就這樣興起了 非常莫名其妙 好像反其道的噁心就可以讓自己變特別一樣 你們應該都看過一種電影情節是 男主角夾在兩個女生之間 然後女兒就是一個非常公主 女主角又霸道又任性 然後又心機重虛榮心也很重 又情緒常常不穩定 很喜歡情緒勒索別人 然後心情不好的時候還會亂尖叫這種 然後女主角就是一個女生 對就是一個女生 男主角通常都會愛上女主角 然後跟男主角說 我真的好特別 你跟我前遇過的女生都不一樣 女二才特別吧 女二超奇葩的耶 女二整個人設全部都好像二次元來的一樣 只要你不是像女二的那樣子的女生 你就會是一個特別的女生 我覺得這樣子的劇 或電影裡面 有點是在傳達這樣子的訊息 或是從小聽泰勒斯的歌 你看那個 You belong with me 的MV 有沒有 他在裡面一人分飾兩角 演一個暗戀鄰居的宅女 還有鄰居的蝦妹女 有一個啦啦隊隊長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一句歌詞就唱到說 She wears high heels I wear sneakers She's true 然後我們就忍不住覺得 我也會穿球鞋耶 我是不是很特別啊 沒有 不要再對特別這件事情這麼執著 有了爛鼠表啊 下面這樣的詞之後 女生就對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神經兮兮 那發文的時候 好像發超過三個hashtag 就會擔心 哦 是不是看起來表味有點太重 刪掉幾個hashtag好了 然後有時候想要發一些 無意義的圖文不符的照片的時候 也會擔心是不是看起來會瞎瞎的 然後月經來的時候有點荷爾蒙作 所以情緒不穩就 他也不去點字 就何必呢 生活已經夠辛苦了 當個爛鼠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啦 然後星期五妹子都在外面 讓我自己在家裡面和狗狗一起看Netflix 哦這種文不用再發了啦 這沒什麼好炫耀的啦 懶得出門沒有那麼了不起啦 就盡可能是啦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其實對於爛鼠表帶起來的一些負擔現象 還有非常多想要講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些意識 很多都是來自於就影視作品 像是ROMCOM啊青春偶像劇啊 就是YA校園劇之類的 就讓我不禁覺得好像下次也可以來做一集 就是討論ROMCOM裡面 一些很想讓人翻白眼的老梗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對於爛鼠表這個現象有這樣的看法 或者是你對我剛剛講的那個題材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會真的認真考慮做一集 ROMCOM裡面的老梗這樣的題材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